觀念時刻 帶您迅速掌握潮流趨勢 歡迎收看財經74點0 我是趙婷宇 首先帶您看到二零二二消費電子展 CES預計明年一月五號 將在美國拉斯維加斯 恢復實體舉辦 部分企業因為Omicron疫情 取消參展計畫 例如亞馬遜 Fasmo母公司Meta Twitter等等 不過超維根輝達等企業 都將參展秀出新品 而台灣科技部 也將帶領百家新創業者參展 提高台灣新創的國際能見度 全球最大消費性電子展CES 將於明年一月五日至八日 在拉斯維加斯恢復實體舉辦 但亞馬遜 臉書母公司Meta Twitter以及Pinterest等科技公司都宣布 由於擔心Omicron變異株導致疫情加劇 將不會派團參展 Twitter和臉書正在研究 以視訊進行的可能性 今晚如此包括高通 Sony Google以及自駕車計畫 Waymo等公司都表示 目前正在推動參展或舉行會議等計畫 通用汽車也宣布 主行長巴拉將親自出席 展示通用了Selibrado電動皮卡車 國際大廠Intel超微以及輝達 近期都陸續釋出邀請牌 預計發表新一代處理器 顯示卡等新品 超微將在明年1月4日台灣時間晚間11點 由總裁暨執行長蘇茲鋒 主持2022年線上新品發表會 市場預期超微將推出新一代Ryzen 6000系列產品 而為了增加台灣新創科技的國際能見度 科技部嚴選100家科技新創 聚焦在智慧醫療、AI與資安應用 半導體與太空通訊應用及數位科技等 透過虛實雙軌方式參與2022年CE-S 主辦單位預估2022年將有五萬至七萬五千元 超過兩千一百家公司參與CE-S 部分內容將採線上舉辦 而2020年的CE-S曾吸引了十七萬元參加 新唐亞太電視葉恩傑編譯 好 看好雲端產業發展 代工大廠廣達宣布加碼投資美國擴充當地的伺服器產能 資深副總經理楊麒麟本週表示 未來三年會積極佈局雲端領域 另外呢在研發方面 明年也會有新的計畫 看起來我們整個在未來的整個這個雲端的產業裡面 我們認為非常非常的蓬勃 看好雲端產業發展 廣達繼十一月增資美國子公司 二十一日再度宣布過大投資田納西工廠 砸下一千六百萬美元 目前累計投資約四千兩百萬美元 廣達指出加州與田納西的伺服器工廠同步擴產 分別因應西岸的資料中心需求 及服務東岸市場 我們對於未來三年的計畫裡面 其實還蠻積極的 已經有連續幾波了嘛 所以然後又加上說我們泰國廠 其實今年底以前 我們也有一個新廠 也開始也進入營運 在研發上面 我們其實明年可能也會有一些動作 疫情帶動遠端辦公需求 使得廣達雲端業務成長 加上筆電出貨回溫 十一月營收續佔穩千億元 達一千一百三十二點四五億元 累計前十一月營收提前突破兆元大關 達一點零零四七兆元 未來廣達會把雲端應用到哪些新興產業 廣達資深部總經理 雲達科技總經理楊麒麟這麼說 基於這樣的一個研發的投資 我們會繼續往5G甚至到6G 繼續往那邊方向走 元宇宙裡面有很多的需要更高的 更快的一些算力 這裡面含著包括GPU 這個我想我們有很完整的系列產品 我覺得廣達應該是一個滿 滿完整的一個Solution 至於切料問題是否緩解 楊麒麟表示 另外市場後期廣達今年加薪分紅 楊錫麟錦透露 總市長林百里和副董事長梁四鎮 非常照顧員工 新桃利亞太電視成本模李晶晶 台灣特別報導 台灣本土企業PC品牌大廠華碩 西手台灣大學成立聯合研發中心 期盼透過強強聯手培育高階研發人才 並將台灣的研發實力 在國際舞台帶向新的里程碑 推向亞洲第一世界領先的目標 喊話研發中心要推向亞洲第一 華碩這回西手台灣大學成立聯合研發中心 強強聯手培育高階研發人才 隨著既有的產品線還有這個 業務的板子的擴張 更讓華碩堅信 必須要投入培育新世代的高階人才 提升關鍵技術的研發量能 向下一代掌根跨領域的技術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合作 把不同domain的能力做整合 台南大學有11個學員 有各種各方面的接觸的人才 那可以跟華碩來配合 一起來開發 聚焦人工聚會EIOT等領域 預計投入超過億元的研發經費 將優先布局中端與邊緣裝置技術 等三大先進領域 華碩將整合跨部門研發資源 集結台大七個系所與台大醫院的研究與實務量能 不僅目標打造亞洲第一 更要將台灣的研發實力推向國際舞台 隨著大型衛商進駐台灣 進一步促成產學合作更加多用性 台灣品牌大廠華碩 攜手台大打造的研發中心 將接軌國際 深化台灣的全球能建築 將台灣的研發實力 在全球產業版的地位 代向新的里程碑 決勝國際舞台 新唐人雅鐵電視成為魔罩停律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台北國際光電展22號開幕 各界聚焦 台灣未來第三代化合物半導體的發展 目前台灣在深化加晶圓代工 已經拿下全球九成市戰率 台灣化合物半導體及設備產學聯盟的主委 許舅蘭認為雖然台灣起步較晚 但台灣政府跟業界團結 未來在產業發展上值得期待 電動車 5G通訊 綠能產業等應用需求增加 推動碳化系與淡化加第三代化合物半導體 進入成長爆發期 IDM大廠開始釋出晶圓代工訂單 IC設計公司也積極投入功率元件開發 台灣化合物半導體及設備產學聯盟主委 許秀蘭表示 光致台灣生化加代工廠穩茂 洪杰科就佔了全球九成市場 非常多國家把化合物半導體當成戰略技術 跟戰略的原物料 或者甚至很多設備當成戰略物資 目前全球碳化系由美國及日本領先 中國也緊追在後 許秀蘭表示雖然台灣起步較晚 但擁有半導體產業的深厚基礎 有利於加速在第三代化合物半導體發展 優勢之一就是半導體人才多 還有半導體產業跟半導體設備 在台灣相對成熟 那這種群聚效應有可能 會讓這個進入障礙稍微小一點 根據資料 2020年全球化合物半導體產值 大於一千億美元 佔整體半導體產值約百分之十八點六 預估二零二五年成長到一千七百八十億美元 主要應用在高階通訊 功率元件及光電等 台廠敘事待發 包括台積電 聯電 中美金 和明等早已布局多年 準備好搶攻第三代化合物半導體的龐大商機 新唐人亞在電視成為 附近平台積電視 海灣台北報導 好 接著帶您看到這一週的財經趨勢短播 有消息人士指出 加薪勢必然 三星稍早透過Exynos 官方YouTube頻道釋出新宣傳影片 似乎證實 下一款處理器名稱 確定會以Exynos 2200命名 預計最快在明年初推出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台北深圳園區明年八月落成 台美日廠商將進駐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臺灣首屆聚焦生技產業發展的BOT開發案 臺北深圳園區二十三號舉行上樑典禮 預計明年八月落成 目前有三十家包括臺灣、美國跟日本的生技企業 已經簽署了進駐意象書 臺北深圳園區二十三日舉行上樑典禮 臺北市長柯文哲、東元集團會長黃茂雄 共同主持見證 產官學員界代表都出席活動 由東元集團旗下公司開發承包 赤資五十億元建造經營 是全臺首建聚焦生技產業發展的BOT開發案 預計明年八月落成 創造三千個就業機會 年產值超過五百億元 為這前任道成的臺灣未來經濟的發展 期待大了 非常期待 因為我們本來生技員在竹北就有了 我也去參觀 做一些的參考 還是因為地理的關係 臺北比較大家有偏好 八十三歲的黃茂雄親自走訪各縣市的生技園區 吸取經驗 黃茂雄指出 臺北生技園區具有地理位置優勢 南側臨近中研院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等 生技醫藥研發重鎮 北側連結現有的內科 南軟重要科技產業園區 西側臨近南港車站 五鐵共購交通樞紐 對接竹北生醫園區 進一步串聯臺灣生技產業郎帶 臺北生技園區規劃設置地上17層 地下三層近兩萬八千坪 目前已超過三十家生技企業 簽署進駐意象書 其中以生技新藥 細胞治療 生技服務 高階醫材及智慧健康等五類別佔比最高 黃茂雄表示 除了臺灣企業也向國外招商 包括美國 日本等國家 新唐亞太電視高見倫理晶晶 臺灣台北報導 好 今年生技產業CDMO成為熱門關鍵字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大舉投資五十億 入股台康生技 財團法人生技中心執行長吳中勳表示 臺灣必須把握這兩年的關鍵時點 佈局CDMO產業 臺灣的生技產業也像明日的台積點一樣 也可以綻放光芒 帶著招牌紅色領帶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今年五月大手筆入股台康生技 投資五十億型台幣消息震撼業界 看好生技產業的委外代工模式 在市場展露頭角 CDMO也就是委託開發及製造服務 製藥公司為了提高研發效率 縮短上市時間 會委託生技製造公司 以外包模式進行藥品開發生產 衍生各項服務 從研究開發的初期藥物發現階段 就已經有委外研究服務 到下一步臨床前階段 要耗費兩到四年 中期的臨床實驗更關鍵 開始小批量藥物生產 到最後商業化的大量生產 與包裝上市 可以說CDMO就像是生技界的 晶圓代工廠 產品從便宜的日常感冒用藥 癌症用藥 甚至到疫苗生產樣樣都行 就是因為產能 因為Vacine產能的不足 其實歐美 包括韓國 包括越南 都在建CDMO的或者是CMO 就是Manufacturer 代工不是一件壞事 代工如果有越來越多的science 在裡面 而且讓別人原本的這些委託你的人 花時間 花錢 還未必有你這一種quality的時候 你的價值就選擇 人家就願意給你 CDMO市場大致分為容易切入的化學藥 好比藥局全藥 小分子藥 也有技術較高階的生物藥 像是基因生物製劑 mRNA疫苗 還有市場熱門的生物相似藥 都算在內 小藥廠希望藉由CDMO加快製造實程 國際大藥廠產品性很複雜 產能不足之下 也希望CDMO業者分擔產量需求 到2030年 全球CDMO市場 將成長到324億美元 產能更是會供不應求 台積電他不能透露 他五家公司 五家公司委託他做 他絕對不能透露說 這一家 這一家 這一家哪下強 但是他會看到這一家 這一家 這一家哪下強或哪下弱 所以在發展一些製程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想法 我們現在在生計的這一邊 基本上還是 還是就是說原廠給你計轉 就說你就這麼做 這麼做 這麼做 我們到現在還在Level1 台積電已經在Level5 Level10 Level1和嘴上面 那Level1 但是我們如果沒有Level1的話 就沒有Level2 吳仲勳指出 台灣發展生計醫藥產業 有四個關鍵S 包括技術 規模 基礎科學 以及聲量 其中速度最為重要 CDMO營運模式 更是台灣取得關鍵技術 建構醫藥產業商業化 不可或缺一環 其實Asian的這個 這個產品的未來的市場 是在那裡 他就活生生擺在那個地方 等著我們去 等著我們去取啊 因為我們在剛剛講那個 四個S上面 我們是有優勢的 台灣在這個地方 往北往南往東往西 五個鐘頭內打 把 通通把它打包 對不對 快的是兩個鐘頭到三個鐘頭 慢的最多就五個鐘頭而已 那你完全符合那個 local manufacture local distribution 概念 台灣多家生醫業者 跨越進入CDMO領域 像是台康生技 寶瑞藥業 與永興生醫等三家公司 以CDMO為主要業務 東洋 北基辛等業者也大力投資 生技中心也規劃 在台灣打造十億機產的 核酸藥物廠 目標成為亞洲前三大 全球前二十大的CDMO藥廠 胡仲勳也強調 亞洲鄰近國家大力投入 台灣必須搶嫌護局 否則兩年後就會失去先機 趙元CDMO市場大幣不如錯過 產業界正處在關鍵起跑點 接下來帶您瀏覽這一週的重要財經數據 出現前一位 緩ений 推薦 進入 VOICES 衝動 公司 進入 進入 明年首季非瓶手機市場將出現雜音嗎 供應鏈透露 中國不少非瓶大廠拉高庫存 超額下單 如今能面臨買氣疲弱的現況 臺經院分析師指出了 臺灣手機相關供應鏈朝向多元應用拓展 面對的風險將相對分散 在華為被美國列入黑名單之後 中國不少非瓶大廠拉高庫存超額下單 如今面臨買氣疲弱現況 供應鏈透露 明年首季非瓶手機市場 將出現雜音 中國的這個手機市場的一個需求 過去幾年以來其實相對都是比較疲弱 那從去年以來主要是靠這個5G手機的一個支撐 後續的這個成長的動能看起來是比較放緩 所以目前在中國市場這個部分 確實會帶來比較大的一個壓力 那以臺灣這個手機相關的一個供應鏈廠商來說的話 我想目前還是會朝著這個應用領域比重 要更進一步的一個多元化來拓展 這樣來說的話 他們在整個出貨上面所面對到的風險 相對會比較分散 國際市調機構IDC的最新預測 下調明年全球智慧手機出貨 年增幅度從3.4%降至3% 而大陸市場預估年減0.6% 業界甚至直言 大陸市場的年減幅度恐怕更高 目前終端旗艦機種空缺的市政 早已被蘋果和三星瓜分 包辦全球手機市場超過八成的應收 其他飛瓶陣營面臨銷售跟龐大庫存消化壓力 而業界推測明年手機 全球飛瓶手機庫存加速修正之後 將為聯發科和高通新款手機晶片 挪出比較多的發揮空間 新唐人雅台電視 成會魔罩庭語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太空產業打造台北NASA科技部長吳振中說 台灣有能力自主開發 更詳細的信用內容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今年五月太空發展法正式通過 產業界快速進軍這個潛力無窮的藍海市場 科技部長吳振中接受本臺專訪 點名台灣半導體資通訊實力 成為發展太空產業的最佳後盾 他強調台灣有能力做到衛星自主開發 期盼在太空產業中扮演要角 3 2 4 0 台灣福尔磨砂衛星7號 在道具中發生升空 明年的福尉8號 更計劃關鍵原先開發 太空驗證通通MIT自己來 太空產業 台灣真的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 未來地球 你的人跟萬物的聯網 不是只有在地表面上 或者是地面上的通訊 而是到上面去 是在天空上的基地上 科技部長吳振中 一手推動太空發展法覆化 今年五月立法院三度過關 也奠定太空產業法院基礎 他幾年前就已經看到 商業化的趨勢 低軌衛星成本低 使用壽命約6到8年 覆蓋面激光低延時傳輸的特性 賞機不容錯過 地面上的一些通訊設備天線 其實台灣是有能力 而且是全世界非常有競爭力的 缺的就是在上面 這個低軌通訊衛星本體 有很多這個太空的輻射 那你必須要在地面上做驗證 這一方面台灣比較 台灣的廠商比較沒有這樣的經驗 那還好 因為我們太空中心 有一些這個驗證的設備 所以如果太空中心 跟我們的電子相關的大廠 大家合作的話 應該不只是上面的 地面的 包括後面的應用 也是可以一起來 全球四大地位衛星業者 馬斯克旗下SpaceX 動作最快 英國OneWeb緊追賽後 此外還有亞馬遜旗下公司 Cupersystem 加大衛星通信公司Teleset 商用網路服務即將問世 全球未來將有超過6萬顆 衛星飛在天空上 投資超過1兆美元 2020年全球衛星產業 產值2706億美元 2030年上看3706億美元 開場擅長的衛星電視 地面接收設備方面 技術相對成熟 一年商機319億 折合台幣9000億元的規模 未來台灣除了出口零組件 也能成為低軌衛星 次系統重要供應商 也就是說我們不會說 像以前全部都只有做零組件 而沒有這個設計的能力 或者是創新的 應用的一些想法 等到人家想完 設計完以後再教我們做 那個都是比較過去式 那未來我們希望說我們可以 參與到前面的創新 然後再來design 製造也在台灣 那未來你可以想 我們也有一個企圖性 就你在天上飛的一些基地台 台灣也會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民間低軌衛星產業鏈台灣隊逐漸成型 金堡 深大科 同心電 鎖定地面基地台 通訊 高頻元件 化合物半導體方面有穩帽 宏捷科已經打入國際供應鏈 衛星用的太陽能電池板 台廠也能自行開發 2025年台灣計劃發射 首顆完全自製的商用 低軌道衛星 他的資訊安全 資通訊安全就非常重要 Cyber Security 所以你這些東西 如果不是在可信賴的國家來製作的話 事實上像美國為主的這個民主國家聯盟 他會不相信 如果是考慮這一點的話 台灣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那事實上在明年的年中 就會有一個台美科技會議 會在台灣召開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台工產業 台灣名列美國5G乾淨網路重要議員 台工三級計畫 未來十年投入251億新台幣 國正中盼望台灣成為台工產業 關鍵要角 更打造下一個兆元產業 新台電視社志成史惟同 台灣台北報導 好 近期元宇宙話題 已經成為市場上的熱點 即便目前呢 還是個概念跟發展初期 不少科技大廠相繼投入 不過呢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科認為 元宇宙聽起來呢 只是一種流行語 帶上裝置設備 就能在虛擬世界 跟不同空間的人溝通互動嗎 在元宇宙題材 持續發燒之際 不少人相繼提出質疑 其中就包括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科 原宇宙的概念早在一九九二年 就已經有科幻小說提出類似想法 就在Fastful創辦人組刻薄 將公司名稱改為Meta 宣布將以原宇宙為優先之後 這個話題便在科技圈掀起討論 目前還是個概念跟發展初期的原宇宙 在Fastful 微軟 NVIDIA等科技公司相繼進軍之後 未來將展現什麼樣的潛艷面貌 還有待後續長時間觀察 新唐人亞太電視 吳冠寧 趙婷於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好的 您看到下週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十二月二十七號 雲達科技5G OpenLab開幕典禮 十二月二十八號 Semico國際半導體展開幕 十二月二十八號 半導體供應鏈資安聯盟啟動儀式 十二月二十九號 高麗國際二零二一年年終季暴替記者會 謝謝您收看這一週的財經趨勢四點零 我是趙婷玉 我們下週再見